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是西方节庆的平安夜 也是家人团聚的温馨时光 但是对菲律宾的居民来说恐怕是非常的不好过 因为上个星期才遭到雷一台风重创 联合国在灾后就前往勘察 初步估计当地有300万人是急需要援助的 其中还有100万名的儿童也是占比非常的大 而除了灾后重建 现在还要面对的是疫情的夹击 来看到菲律宾的疫苗覆盖率 这一剂大约是在55% 而完全接种的也只有41%左右 然而风灾过后 现在当地的民生和经济都是处在停摆的状态 再加上灾区的电力中断 所以导致这疫苗冷链的运送 可以说是被迫暂停的 而在台风之前为了安全起见 当局已经是停止疫苗接种了 所以说这菲律宾的疫情防护网 等于是处在停滞的状态 对他们来说无非是雪上加霜 然而风灾过后 各地依旧是百废待局 来等待外界的救援 今年的平安夜对于居民来说 可以说是不平安 更是难熬的一夜 宛如被炸弹轰炸过一般 房屋残骸散落以地 菲律宾遭到雷伊台风肆虐超过一星期 重建家园的任务持续进行 联合国也在当地派出调查员前往看灾 联合国表示这次台风侵袭 不仅带来严重伤亡 还造成65万人无家可归 另外包含100万名儿童在内 至少有300万人需要紧急救助 这次天灾这么严重 他认为原因有两点 灾情同样影响当地防疫政策推行 许多民众因为房子被毁 只能暂时待在避难中心 拥挤的空间难以保持社交距离 就连疫苗保存也受到影响 联合国指出重建家园 可能还需要很长一段时间 许多地方也因为通讯中断 伤亡人数可能还会持续攀升 带来新闻谢谢条编译 雷伊台风过后 在重灾区是中部的宝和岛 初步估计目前有10万户家庭受到影响 然而慈济志工是加快了勘灾的步伐 这两天拜访的是杜比根镇 由于这座小镇是在宝和岛的北部地区 也非常靠近海岸 当地有超过13000多个家庭 无家可归 而现在最缺乏的就是干净的饮用水 和粮食以及衣物 还有居民需要重建坊屋的建材 因为现在对他们来说 所有一切都得从零开始 慈济志工就特别拜访了政府团队 要了解受灾的名册 也承诺会尽快来展开方法 要帮助居民渡过难关 跟着伊尔乔伊的脚步 走进宝和岛的杜比根镇 放眼所及 几乎没有一间房子是完好的 光是这个镇 就有一万三千多个家庭受到搏击 当我们的家庭都被捕捉了 我们的家庭都被捕捉了 我们的家庭都被捕捉了 然后我们的家庭都被捕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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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都失败了所有东西 甚至是他们的生活费 像是游戏人 他们都失败了他们的泡河 我们现在必须败了 电池 满足的水 我们必须败了食材 当然必须败 衣服 特别是那些家庭都被捕捉了 靠孩的孙子台风过后 买入窗帝 一个多星期以来 没水 没电 也没有食物 居民无语问苍天 只能用木板 纸板 写下他们的渴望 此季与宝河岛结缘在2013年的强震 这些年志工关怀的脚步也一直没离开过 志工勘灾后拜访政府相关单位 省长语重心长地提出请求 今年的耶旦团圆日 宝河岛上的居民势必得在不安宁地 中度过 但慈禧之工也承诺 在搜集完寿三名次后 一定会尽快展开发放 让居民能过个好年 大爱新闻 菲律宾综合报道 夜旦气氛相当地热闹滚滚 但是美国的疫情同时在升温当中 这两年受到疫情的影响 美国的死亡人数是持续攀升 来看到美国去年的死亡人数 移动有338万人 当中有35万人是因为感染了新冠病毒而死亡 而今年持续受到了变种病毒株的威胁 这死亡人数预估会比起前一年多出2万人 因为美国CDC最近就公布了一份数据显示 因为光是去年 全美的平均寿命是明显下降的 从2019年的78.8岁下降到77岁 所以才会预估今年的死亡人数 有可能会超越去年 成为史上最致命的一年 从机场到公路 全美各地返乡人潮大爆发 几乎是去年同期的翻倍 一年一度的耶诞假期 偏偏碰上新面种病毒搅局 短短不到三周 该让Omicron的病例 已经占新增确诊的七成以上 当局于是下令 在全国各地发放居家快筛试剂 我预计要回家 看我的家庭 我希望保持安全 保证 保证我没有冠军 此外 FDA也接连通过辉瑞和墨沙东 两款口服药 供高风险患者居家治疗 防疫看似滴水不漏 实地走访医疗现场 出现的却是另一种光景 走廊躺满病患 新一波疫情来袭 医护只能苦笑迎战 根据美国CDC统计 2020年全美大约338万人死亡 是美国史上最致命的一年 死于新冠肺炎的人数 就占了十分之一 平均预期寿命 也从2019年的78.8岁 下降到77岁 如今距离2021年结束只剩一周 当局预估死亡情况更不乐观 将成为名副其实的疫情黑暗年 大家讯用黄分针编译 除了美国 欧洲也是疫情热区 而且更加不乐观 他们的单日确诊数率创新高 特别是在西班牙 在11月23号的时候 单日的确诊只有6700多人 但是短短一个月的时间 到了昨天 可以看到单日的确诊数 是突破了7万 等于是暴增了11倍 而旁边的意大利 也是暴增了有4倍之多 许多国家就选在平安夜这一天 来紧缩防疫政策 例如意大利就要求 民众就算接种完两剂疫苗 出门还是要戴上口罩 而且也宣布要关闭夜店 就是为了避免群聚 然而在挪威 当局就宣布禁止餐厅 来贩售酒精饮料 不过现在对于他们来说 耶旦节可以说是一个相当重大的节日 考量到民众过节的心情 所以各国的领袖等于是在理性和感性之间拉扯 迟迟都不愿宣布封城 但是民众也很担心 因为在耶旦节和家人团聚的同时 会不会也把变种病毒一起带回家 西班牙首都马德里火车站涌现人潮 许多民众等不及搭车回家和亲友团聚 不过在Omicron角局下 有些民众心情特别复杂 耶旦节的不宁静 对挪威民众来说尤其深刻 挪威早已是欧盟新变异株 累积最多的国家 近期国内一间公司举办百人椰蛋趴后 其中一人确定感染新变异株 预料确诊人数还会持续攀升 当局眼看情况不对 紧缩防疫政策 要求餐厅禁卖酒精饮料 并关闭健身房与泳池等场所 同样紧缩防疫的还有意大利 除了跨年活动喊咖 夜店也将关闭到明年一月 就算是接种疫苗的民众 出门也要戴上口罩 在特定空间 政府甚至规定口罩类型 而在法国除了23号 当日新增确诊超过9万1千人 再度创下记录外 国内重症病床满床率也超过六成 为了顾虑民众过节心情 法国总统马克宏仅呼吁 假期过后待在家里工作 并透过社群媒体告诫民众 庆祝时还是要注意 基本防疫措施 疫情隐忧下 欧洲许多国家绷紧神经的同时 也小心拿捏如何让民众开心过节 这场理性与感性的拉锯战 未来恐怕还会继续上演 带来新闻新条命运 再来看到的是中国大陆 陕西西安的疫情延烧 从昨天开始封城之后 整个地区1300万人 是实施了封闭式的管理 但是现在疫情恐怕 已经开始向外来扩张 蔓延到临近的省份 这当中包括了北京 浙江和广西广东 还有河南 一共有五个省份六座城市 现在都出现了确诊者 然而目前西安的国内航班 已经全面取消 课运也是暂停运输的状态 当局更宣布 这中学以下是全面停课 转而改由线上教学 西安市政府设立了将近4000个核酸检测点 除了要保留医疗量能来收治确诊患者 也有指定的医疗机构 是持续来提供24小时的服务 另外当地的农产批发市场 每天都能供给1.3万吨的蔬菜 供应无余 中国工程院士 钟南山也指出 现在只要维持清零政策 来加强精准防控 便可以来因应欧莫孔的疫情 但依旧不能够来掉以轻刑 再来看到是孟加拉当地时间 24号的凌晨3点 在首都达卡 南方250公里处的一座小镇 发生了一起渡轮起火的事件 统计到目前为止 至少造成有37人葬命 数百人受伤 我们投得来 juice 隆时 闭 сильно 发生了 就得ажи morph冰 老师 老师 这是 很花 那儿 我们要不要 знать 这儿 那他 就是 人 又 clinical 悔 这是 projects 画面可以看到黑夜当中 橘色火关不断从渡轮中窜出 根据警方表示 当时这船上大约有500名的乘客 目前已经将100位受伤的民众 都送往医院来治疗 而大多数都是死于大火 也有一些人是为了要逃生而跳船 结果不幸溺斃 初步调查显示 这起火疑似是发生在轮机市 不过真正的起火原因 还有待当局进一步调查 然而在马来西亚是因为大雨酿灾 在雪兰娥的沙拉南太子园 在大雨当时 这水是一度淹了有一层楼这么高 现在大水退去 志工是持续深入灾区来关怀 并且送上热食要为灾民加油打气 然而现在最重要的 就是要整理居家的环境 可以看到不论是街道或者是住家 可以说是都是满地宁宁 志工现在希望能够来和当局政府联系 协助受灾民众来冲进家园 家当全在大水中泡汤 灾民的无助从哽咽声音中就听得出 楼下的东西全部没有了 真的很失控 这里是雪兰娥的沙拉南太子园 大水曾淹了有一层楼高 如今水退 北马的慈善组织赶紧送上热食 为大家加油打气 测没有啊 我们有包 吃饱了 多两包吧 多两包嘛 可以可以 我有一个朋友 那时候我问他的时候 他的家已经是要到屋顶了 他的水 所以那时候过后就问他的时候 就是全家什么东西都没有 这边就来到这边了 昨天三点多出版 这样早起来会累吗现在 可以 因为我们都是在一个马来西亚 我们希望可以能尽我们的能力 能帮多少 尽我们的能力去帮忙 受灾之后 有人帮忙张罗餐食 也有人协助居民打扫 因为它水退了嘛 所以时间快清水 不然来不及了 很肮脏里面 很多地在里面还装 其实我在家里我一直不会怕 我是吃醋到外面 我看到好像真的好像是 突然可能拍戏 太可怕了 我才开始怕 由于当地受灾情况严重 此际后续将协同政府 一起帮助灾民重建家园 那我们直接要动员 介绍一些机械的东西 联系上的我们的马来西亚军队 希望可以跟他们配合一下 还有跟他谈的 是否他们的军队员 可以我们一起参与 来做这些打扫 打麻水患 汇聚各界力量 期许让受灾居民 早日恢复生活常规 大爱新闻 马来西亚综合报道 然而在美国的 梅菲尔德镇也是遭受 龙卷崩重创 慈继在当地举办了首场发放 这当中有一对坚强的夫妻 让志工是特别印象深刻 他们的房子在两年前惨遭助容 夫妻两人是花了将近两年的时间来重建 而最近才正要完工展开新生活时 没有想到这龙卷崩在短短几十秒的时间 就将他们的房屋连根拔起 吹到了三四百公尺之外 但是夫妻两人不灰心 他们相信有爱相伴 这稳固的家一定会有完工的一天 没办法 并没有,观看 我一刻后lichkeit 不认为乎是 如果我当时视线 我当时是会被逃闻 我当时想从本身中 人是否决定了 第一次 我们除了二十年 从这年 我们有了地址 它一路很快的,在中午的夜中 我們經過過那裡,在中午的夜中 我家人一切都建立了一家小的小房子 我們沒有收到任何人 我們只用了我們兩個月的兩年 他的時間和電力 他建立這個房子 我們差不多完成了 all it lacked was some interior walls where is your house right now it's about three or four hundred yards back there and just stick sized pieces you know there's nothing left again so we're doing this for the second time and now we're not sure i'm sorry we'll rebuild it's just it's going to be tough you know because everything is gone you know our whole neighborhood is gone you know matter of fact you know it's crazy even though this is a tragedy we have learned that there are still great people out there we had almost lost faith that there were so since the tornado hit we found all the good ones again maybe through all this that's what we're supposed to learn we still are loving people everybody and we're here for each other 再來要轉換一下心情 來看到芬蘭著名的耶誕老園村 去年礙於防疫的旅遊禁令 沒有遊客上門 但是今年重新開放 濃濃的節慶訊息呢 讓每一個人都能感受到一個 開心和溫暖的耶誕節 派了一年 大人小孩都愛的耶誕節 總算來臨 位於芬蘭的耶誕老人村 也再度湧現人潮 來自世界各地的遊客頂著零下14度低溫玩得不亦樂乎 不過面對疫情威脅 基本防疫措施可不能少 除了親自拜訪 更多人選擇遵循傳統 寫信給耶誕老公公 雖然無法一一回信 但他有些話想對全世界的大人說 我們在這位十分超級時代 二十年 這位很長的時代 我們都很長的時代 但想想想 這位是六年年生 這位時代 絕對每一半的生命 我們給孩子 和年輕人 做的事 我們讓這位置 開心和不忘記的 用爱与希望 重建疫情后的新生活 让我们一起哭道一声 大线文化版纸编译 迎接耶诞节的到来 全球的耶诞老人都动起来了 因为在疫情下 若是生活比较苦的人 这耶诞老人是到偏乡 到贫民窟 不只带来了礼物 他们还送来了希望 耶诞老人从天而降 但不是拉雪橇 而是搭直升机 让小朋友惊喜的 还不只是与众不同的登场 发现当地拉丁裔所乔办的 耶诞老人 参与非政府组织慈善行动 预计到全国5000个贫民窟 发放食物包 要让他们餐桌上不会空空 也能过个耶诞佳节 这天来到的是里约热内卢 深色皮肤的耶老 更拉近了与孩子们的距离 同样在巴西 这位发出洪亮笑声的耶诞老人 交通工具也很特别 搭船来到亚马逊偏乡 给冤民小朋友带来好大的惊喜 船上进行布置了超过四层楼的耶诞树 还有耶稣诞生场景 在夜晚闪闪发光 也温暖了小朋友的心 今年耶诞老可真忙 海陆空齐发 看到骆驼也登场 以色列疫情紧绷 一位巴勒斯坦基督徒骑着骆驼 沿着耶路撒冷旧城 发送小耶诞树 为低迷的生活 带来节日欢乐 而在德国 年初世纪洪灾的灾民之一 赫加腾夫妇 幸运地申请到慈善团体的木造小屋 能在耶诞节前搬进去 我认为我等待的标准 如果你有幸福 可能是1月1月或什么 昨天天上午 有个电话就变成了 这就是如果我们在标准 25间小木屋 灾民可入住至少一年 漂流的心 有了温暖的港湾 这个耶诞节充满感恩 大秀女方编译 再来要认识这一位 她是台中慈悸医院 常委内科主任廖光福医师 她入选为2020年度的 科学影响力排行榜 廖光福医师 她除了是医师之外 还身兼研究部的主任 平时除了门诊 她更带领学术团队 来深入医学研究 发表的成果获得了国际的肯定 她也不拘功 她说这全都是研究团队的功劳 设计了这个像春联一样的东西 看下去就是一个日日有data 就是每天都要有新的资料产生的意思 好不好 互相变测 实验动物保育的小组开会 我们要研究抽DNA 这个应该有在做 实验研究辛苦飞食 从构思到论文发表 过程不是劳心劳力四个字 就能够轻松解释 你现在在做什么 你现在在做什么 今天在做那个细胞的 MIC 台中慈禁医院研究部主任 廖光福是带动团队运转的核心人物 查核的 有一些没有动物的 我们就够不适用 比如说我们的基础实验 要做哪一些 然后我们的动物实验 然后可以结合哪一些临床药物 一起配合 主任就主要跟我们大方向 然后我们做出来的实验结果 我们再跟主任讨论 这不是什么想法 他都蛮支持我们去做的 人体生物资料库就是主任 就是他一手去推动 如果对研究有帮助的事情 他都会很积极地去执行 成立了我们的健保资料库 统计的组织 所以说我们的帮助 自己发表文章 也帮助医院的医师 就不停地有新的题材可以做 你这今晚没有好乐 不追给你这吧 廖光福从一多年 台中监狱副社培的医院 初创之期 他在高墙内服务收容人 便展现研究精神 每一个新收的那种发表 都帮他抽血 去验他的肝病的肾行力 艾滋病的肾行力 台湾应该是那一篇 应该是我们做肾行力 应该是第一篇 这样几期 都要做五行检查 每天早上几乎都超忙的 然后像门诊的话 通常几乎都严诊 还有刀法 然后还有行政 还有病房 其实他历史特上面 都很多带确诊的事项 对临床看诊和研究领域 都有强烈的使命感 廖光福入选2020年度 科学影响力排行榜 全球顶尖人才 国际认证 面对光环 他不鞠躬 会有的这些成就 或者是出那张嘴 我想一想 然后有很多人帮忙 到时机有很多人帮忙 再来是精神异议的专题报导 今天要来带您了解 这精神病患是如何在疫情的种种限制之下 来扭转大众的刻板印象 要来看到这一位患者 阿远 他本身也是一名病患 但是在日照机构里头 他却是扮演着关心其他病友 以及弱势团体的角色 专家就表示 其实很多精神病患者 他们相对比较被动 需要人多一点的指导和关心 才能在机构里面 学习更多 发展得更好 手放大鼻 又倾斤 炒个精神菜 没有煮过就怕 不知道怎么做出来会好吃 一早 阿远和精湛伙伴 已经为午餐的菜色 在烦恼 不但是采买大厨 阿远还担任亲善大使 发送爱心餐券 张子余教授 他有捐三万块 因为他担心疫情对我们 有一些弱势族情 生活有影响 我们就设计一个振兴建 那这面有五十五十五十 两餐够了 之前人生过程有 会觉得能吃到饭就很重要 他有能力可以回馈给社会 那是真的是很棒的一件事 来这边做事没有压力 煮菜 切菜 洗菜 炒菜的工作 先来这边做附件 以往的话 他们可能在机构里面就是 比较被动性的 就等于是受指导的 然后要做什么 就是听社工 但在会所比较不一样 是我们会一起做 尽可能去发展 他们可以做的事情 原来我能做的 比我想象的还要多 就是社工和医师要教会经账者的事 周心理师曾经是大学教官 学生心里面他有一些偏差行为的 想要更进一步的去了解 然后就报考了职商心理所 在身心科服务的这段期间 我就把它点点滴滴记录下来 病人一些标签画 污名画 我自己的感想 我就写了这几本书 帮助他们来发一点声音 您我一个微笑一点关怀 可能帮助精脏病患 往胜向病情迈进一步 右脚先 好 慢慢上来 很好 精神障碍的居民这样 那他其实在社会上的位阶 其实并不高 我们两个就是想说 透过我们自己现有的能力 夫妻俩在同一个单位 一起为精脏病患服务了17年 从工作伙伴到养个孩子的爸妈 最佳人的生活智慧 来自精脏者的日常回馈 帮你电量一下 让你的膝盖比较舒服 你这样动作的时候才不会 病人其实在跟我们学习 我们其实也在跟病人学习 因为我们有两个小朋友 我们因为陪伴精科的病人 需要很多的耐心 还有一些关怀 回到家里面 我们用同样的方式 去带我们的小朋友 以精脏者为师 除了急性发病时期 大多数病患是友善平和的 工作能力和艺术表现 也不输给一般人 缤纷多彩的画作 都出自于精脏者的手笔 这里是凯旋医院的社区附件中心 现场精脏朋友正在手工艺 民众可以亲自过来参观选购 他们的作品 精脏者眼中的世界 也许和我们不太一样 但从未失去人类 爱人和被爱的本能 政策上没有排斥精神病人 规则上没有排斥 可是人性会排斥 我们整个社会对于 弱势族群的关怀 或者平等的态度 其实都还不够 和精脏者相处 并非我们与恶的距离 反而是我们与爱 最接近的一刻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晚安 我是主播祥宇 然后一起来关心今天的天气 今天全台湾整体而言 感受上都是蛮冷的 从北到南其实云亮 从北部比较多一些 南部云亮还是也比较多 整体而言只有在东半部 尤其是东南半部 稍微有一些阳光露脸的机会 气温上感受也都是比较偏凉 虽然今天的东北风比较弱 但是北方的冷空气 正在逐渐南下当中 当北方冷空气南下的时候 会使得周六到周日这两天 北东半部持续有震雨之外 周一配合上水气的一路 其实全台都会有机会 云亮增多有一些震雨的状况 要等到周二周三 逐渐转偏东南风之后 气温才会有所回升 但是下周四之后 又有一波东北风 比较增强的状况发生 一路到跨年 其实气温上都会感受蛮冷的 基本上这种比较冷的天气 要请大家特别留意到 保暖以及严防强震风了 来看到的是云雨的分布图 在云雨分布上可以看到 其实偏东北风的环境 在周六周日将会有加强 在沿海的部分 阵风风数会比较大一些 部分地区也要留意到河川 可能会有阳城 空气品质比较不好的现象 整体而言降雨的区域 要到周一才会比较扩大一些 在周一华南云雨区东移之后 中南部也有一些降雨的机会 不过后续而言 整体的低温会在周二 才会慢慢的比较回暖一点 因此要请大家特别留意到 这个周末全台的温度感受上 都是比较凉冷的 尤其是会冷到周一的夜间 各位可以看到 在四日雨区的模拟上 六日两天整体而言 有一些零星的云带移入 但是周一整体来讲 水气比较增多一些 因此降雨的范围 稍微比较大一些 到了周二之后水气移出了 降雨才会比较集中在 北海岸以及东半部的部分 那在这段时间当中呢 其实北部东半部都感受上 在这个周末都是阴阴凉凉 比较冷的这种天气形态 而且呢湿度也都蛮高 也都有降雨的机会 请大家外出要记得 攜带雨具了 来看到的是气温趋势上面 在这个周末 圣诞节的假期呢 其实降温是非常明显的 降温明显要到周一之后呢 才会开始慢慢地随着风向转变 周二周三的气温 才会有短暂的回升的现象 这一段冷的时间是蛮久的 请大家要特别留意到 长时间持续的低温 可能会对健康 尤其是老人新生儿有一些危害了 来看到中部的部分 这一波的降温也是影响的蛮明显 其实呢在星期日星期一 会是这一波降温最明显的时间点 星期一在配合上云里带变得比较多 所以啊其实感受也会像北部一样 又是有震雨 又是比较冷的天气 对于身体而言是比较大的冲击 请中部地区的朋友们要特别留意了 周二周三之后才会有慢慢回温的迹象 到了南部同样也可以发现 这一波冷空气也是影响在周一的时候 是评估这一波冷空气最冷的时间点 夜间的气温会降到16度 甚至有15度的机会 沿海地区空旷地区受到风速比较大的关系 其实呢温度感受上会更低 请大家一定要特别留意到了 最后来看到的是今晚明晨的天气 北海岸东北澳持续的有震雨 那中南部来讲台南以南有机会呢 是稍微比较晴朗一点 云量稍微少 但是中部以北基本上云量都是偏多的状态 在明天东北风区区的增强之后 全台湾的云量都有增加的趋势 尤其在空气品质方面呢 稍微有些改善 但是呢中南部还是要留意到 未在被封测的关系 空气品质是不太好了 最后来做几点重点提示提醒大家 冷气团即将在这个周末南下 请大家特别留意到气温会明显转冷了 在各地为因时多云的天气形态 沿海阵风比较强要留意 北部东半部会有短暂的阵雨 而且感受都是比较湿冷的 留意这段低温的时间比较长 要等到下周二才会逐渐的回温 那到了跨年的时间又会比较冷了 请大家特别留意了 以上是今天的天气 最后来让我们看到详细的天气预报数据 全台湾面天 这中国大陆更是迎来了一波寒流强势来袭 内蒙古的低温一度下探到46.9度左右 放眼望去这一片白雪茫茫 在户外待一阵子 这铜法恐怕都要结霜了 在黑龙江的气温更是一下子掉了十几度 23号开始 中国大陆有一波寒流从北向南侵袭 还包括了下雨和降雪 大多数的地区的气温 恐怕还会再下降6到10度左右 世界卫生组织指出 全球的失智人口是持续增加当中 这也是全球公共卫生的隐忧 国际期刊最近就列出了12项的高风险因子 如果可以避免的话 也许就能预防或延缓失智症的发生 日照中心带着长者出游 三分之二的学员有失智问题 透过手作训练思考与互动 他们的能力所及的地方 我们一定要让他们自己做 然后让他们的一些功能不要丧失 然后我们来玩这个好不好 100岁的张爷爷患有中度失智症 喜欢出门的他过去时常走失 他喜欢逛街 然后去每一家店 看东西这样 一时间失忆的时候就会走错 找不到回家的路 根据台湾失智症协会出估 台湾约有30多万人口失智 失智除了是脑部病变导致 掌握12要素可以预防或延缓40%的失智症 受教育的程度是一个 中年时期的时候 包含像我们的听力 头部因为受了创伤 高血压 还有酒精过度的使用 还有肥胖 到了晚年时期 吸烟 还有忧郁的情绪 社会的孤立 久坐不活动 空气污染 还有糖尿病 现在很有活力 所以头脑又变得好了 92岁王爷爷参与日间照顾 家属认为很有帮助 你每一天的作息 他每天他都会忘记 那以前的事情 他会记得很清楚 来了几个月以后 我觉得有明显的进步 医师建议掌握四大原则 可以避免或延缓失智 健康吃 安心睡 快乐 三动 还有什么终身学习 那快乐三动的部分 包含就是运动 动脑 还有良好的人际互动 预防胜于治疗 最好在年轻时就开始 及早救治 延缓伤害 大爱新闻 黄信言郭家旭台北报道 慈禧大学今天举办了 岁末祝福 学生们是演绎了德恒平 这过程当中 还回顾今年校园里的点点滴滴 有一位是来自奈及利亚的学生 他叫做碧安佑 也上台来演唱自创曲 面对这灾疫不断的一年 希望透过他的这首歌 来传递温暖 温暖的歌声 回荡在慈禧大学演艺厅 来自奈及利亚的学生 碧安佑 将想传递的心情 都写在歌词中 此地大学师生 也用行动尽心力 不论是在0402 泰鲁格列车意外 或是疫情紧张时刻 投入试剂研发等 都可以看见 他们的用心与专业 回顾我们2021年 所有发生过的事情 服务的各个方面 也都用心地投入 所以我非常感恩 慈禧大学的师生同仁 在2021年的一起成就 和努力 一只小小的萤火虫的一个亮点 它在黑暗中 还是可以给我们一个 寂寞的方向 当无数的亮点出现之后 黑暗中就有光明 我们要共善 大家一起点亮自己的光明 集结善恋 发挥专业 像萤火虫一样发光 照亮人间 当选黄木槿 邓明仪 华联报导 大一台的观众朋友 要先向您说声晚安 稍后请继续收看 人间菩提 大一台要持续带您来关心 南韩政府宣布要特赦 前总统普景会 考量到他的健康状况 而决定来进行赦免 而农委会规定 明年开始 这民众买洗选蛋 上头都必须要列印编码 这代表鸡蛋的产地 还有包装日期 都能够来一目两散 而国内现在有业者 把回收的废弃口罩 再制成这USB的塑胶外壳 更多精彩内容 稍后马上回来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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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挖起來帶您看大千世界大開眼界 這第一則的挖新聞可以說是相當的應景 這個是全球第一則發出的簡訊 就是要祝福朋友們耶誕快樂 然而現在這一封簡訊是透過了NFT的拍賣方式 拍出了410多萬台幣的高價 這個款項也將會捐贈給聯合國的難民署 而美國肯塔基州兩個星期前遭受到龍捲風重創 奪走了近百條的緣命 不過還是有許多劫後餘生的奇蹟 像是這隻黑貓 牠就是在瓦礫堆中殘弱的呼救 最後被當地有一位居民聽到通報了相關的單位來成功救援 最後要看到是在瑞士 有一處天然的冰凍 每年夏季融化冬季結冰 此時此刻也正是欣賞夢幻美景的好機會 當地也在22號對外來開放 迎來了今年第一批的遊客 每一個人都在讚嘆著大自然的鬼斧神功 再次遊客 多久 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南韩前总统不仅会 先前因为贪腐丑闻被判刑20年 原先是要关到90岁 但现在南韩政府宣布特赦 南韩法务部表示 考量到普警惠服刑也将近5年的时间 这健康逐渐恶化才会做出特赦的决定 而69岁的普警惠 今年因为肩膀的问题 还有其他的慢性病三度住院 而这一次一共有3000多人获得特赦 但是前总统李明博 并不在这一次新年的特赦名单内 未来要减少资源的浪费 现在以租代买的风潮正流行 在英国伦敦就兴起了 耶诞树的租借中心 民众只要透过网站来订购 就能到现场来挑选一颗耶诞树 爆回家 到了明年的1月再归还就好 就是希望能借此来响应减少砍伐 来环保爱护达地 耶诞佳姐来了 一颗颗装扮华丽的耶诞树 出现在大街小巷 虽然天增不少欢乐气氛 但到了年后 而现在英国伦敦人 有更环保的选择 每年11月初 就能向耶诞树租借中心 预定一颗耶诞树 12月到现场挑选 租用的真树和购买的假树比一比 租借的价格看似不划算 但就长远来看 更环保还能循环利用 假树时常在年节过后丢弃 形成塑胶污染 工作人员包装的手几乎没停过 租借中心的生意有多热 看看网站就知道 12月中各类尺寸的租用耶诞树 全被订广光 一举两得 单新闻总理 今天是平安夜 收容的流浪猫狗们 也能够来享用耶诞大餐 游牧工业者 他们就发挥爱心 手做精致的饲料盆架 就是要捐给流浪动物之家 让浪浪们当作他们的夜代礼物 饲料装在崭新的盆架里 猫咪吃得津津有味 厚实的瓷碗放在松木盆架上 饲料不会引来蚂蚁 也不会撒得到处都是 这是动物之家猫咪们 今年的耶诞礼物 关心流浪动物 木工坊业者设计饲料盆 捐赠给动物之家 颠覆收容处脏臭印象 也希望帮流浪动物找到主人 希望说我们这边的一个关心 能够带动我们的一般民众 有需要认养全貌的部分 可以来动物之家这边来认养 同样是关心流浪动物 还有连锁宠物业者 发起爱心木粮行动 疫情的影响 所以大家在饲养猫狗上 会比较困难一点 有一些爱妈会在 自套腰包这样子再去购买 对这个活动非常支持 所以我们比去年 还要更多的祖宿 木德的粮食堆满整面墙 可以提供两万只犬猫 食用约三个月 在寒冬里获得温饱 大爱新闻张公段 欧阳光辉台中报道 明年元旦开始 有一项食安新制即将就要上路了 农委会就是正式来要求 这些洗选蛋必须要喷印代码 完整揭露生产业者的资讯 实际来到大卖场 加上三十多款的盒装鸡蛋 至少已经有三四家厂牌 提早喷上了追溯用印 而真正全面实施 则要等到明年元旦 也就是2022年元旦 后面英文字母 则是生产方式代码 分别是有机 放牧 品寺 丰富化龙寺 以及一般龙寺生产 至于第一行前三码代表畜牧场 后三码则是席悬场编码 新政策从天国机器到人力成本增加 可能直接反映在蛋价上 人力增加应该会增加 超过一成左右吧 一台机器要二三十万块 好彩那个食用墨水也很贵 就是分摊下来 一颗蛋大概增加零点一元 一盒十颗的蛋消费者付出多一元的话 大概是可以被接受 那我们其实在推食物转型计划 遇到非常多小型的蛋农 那目前他们其实是 针对这个政令的发布的调整 可能是需要一些比较长的时间的 大型蛋商率先动作 而这项元蛋使安心措施 首波针对校园 国军单位超商超市 量饭店以及大卖场和网购通路 可能在未来下一波要做的 可能就是早餐店 因为早餐店目前它可能 也是用洗衔的蛋 但是它可能 它是散装的 未来每一颗鸡蛋都有专属身份证 让消费者轻松辨识 更有效控管品质 戴新闻消质杰 薛英豪台北部导 用完了口罩还有什么用途呢 国内现在有业者 透过了创新的技术 来进行消毒处理 最后是以高压高温的方式 来制成了手机充电板 先秤好我们要的重量之后 我们就会到我们的 一台机器我们去加热软化它 使用后原本必须丢弃的口罩 由于无法自然分解 成为地球环境的负担 现在摇身一变成为手机充电板 把它分选颜色 然后我们再直接做加压加热 是让它变软 然后再直接做超高压的压住 然后就变成了充电板的 外机壳和内机壳 一年有一千亿的口罩 被使用而废弃 所以他们想到说 那我们要不要用这个口罩来回收 来作为这个充电板 来送给同仁们 清空公司回收了 一百多万片员工的废弃口罩 透过创新技术 将口罩成为循环再生制品 九张大家对环境有伤害的口罩 变成是一个六百到一千块的 无线充电板 使用上就是蛮方便 充电速度算蛮快的 将口罩再制成员工纪念礼品 而非采用一次性塑胶制品 为防疫及环境有序 找到平坑点 大爱新闻蔡佩颖简缘局台北报导 上来行脚今天在屏东 而今天住在屏东离港的 许家兄妹就特地前来分享 大哥许金柱和三姐妹 四个人都是慈祭委员 他们是法妻也是血妻 而在屏东这个慈祭家庭 有着慈祭人津津乐道的讲话 当年许金柱第一时间抵达灾区 持续付出 当年的年轻热忱 如今已84岁身体衰老 身为长子 她也带着家人做慈祭 二妹许美雪把做慈祭当人生目标 处处投入的还有另外两个妹妹 从年轻做到老 岁月在他们脸上刻画的是幸福与智慧 亦有付出的机会 姐妹同行 上年就说疫苗很欠那年多 我们是不是来到三天 工厨房这么大 我们也要来发挥我们的功能 我们这些发挥就能够配合 许家兄妹四个人都是慈祭志工 是血清更是法清 是驾杠的慈祭家庭 大爱新闻屏东综合报导 邀约更多人来一同行善 屏东正在新建新的镜子堂 上年也期待未来这一座新道场 能接引更多菩萨 让大爱能够照顾到更多的神 你看摄一条 他一条都摄自动了 才46岁就因病得坐在轮椅上 但慈祭志工让阿红变乐观 头竹筒还会念四巨连 前一趟一趟 有做菩萨在这 现在成长了才能吃食材煮凧 我以前完全没有煮凧 才知道原来这是一个很好的家庭 志工的关心就像家人般温暖 另外这位新住民 也同样在人生谷底遇到慈祭 做得很快乐 负责得很有发喜 所以我现在已经找到 我的人生快乐的方向 所以我今天培训 屏东慈祭人未来的新家 就位在演艺厅后方这处清静地 已经开始动工 志工和和护协为新建中的屏东敬斯堂很努力 新道场空间更大 也承担了菩萨大招生的使命 大爱新闻 陈一珍 珍若萍 屏东报道 以上就是这一节的大爱全球新闻 要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再会 晚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